我每次上課會錄影 如果你需要課後收到這個影片的清單的話 那可能還是請各位 第一次我會 你有惹email我會寄給你 有一個同學是email打錯還怎麼樣 他退回來 如果你有留但是沒有收到 有可能是你的mail打錯了 那之後如果你還想收到 不過如果你不想收到沒關係 這個是你自己可以選擇 如果你覺得上完課之後你就懂了 你就OK那沒關係 那如果你需要的話 我這邊有弄一個論壇 論壇的話 是在我們上課的這個雲端上面這個教學論壇 那我這邊有說明 如果你需要收到之後的影片 那第一個你需要登錄Google帳號 第二個的話 登錄之後連結 這邊有一個我們自強的這個班 這個班 那名稱可能稍微改一下 就這個連結 如果你點進去之後的話 它會跳出說 你是不是要申請成員資格 如果是的話請你告訴我 你是上這個班的同學 如果你沒有學好的話你就留個姓名吧 那申請原因的話 也許你就 複習上課內容等等 讓我知道一下 如果你填寫 上面資料還留下 因為如果不是上這個課 我不會加 不會把它加進來 因為這個論壇 是不對外公開的 也就是只有上這個課同學 才會收到那個完整的影片 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那你加完之後的話 基本上我每次上課 因為它只要有申請 就會到我那個mail 我會收到申請 那如果我看是這個上課同學的話 那我就幫你加進來 那每一次上課就會有一點 類似像這樣一個清單 那這個清單的話 大家基本上 第幾次上課 比如說上個禮拜的話 第一次上課 那上課裡面的內容 大概我們就 有八段影片 那這個八段影片部分的話 這下面就有個完整的連結 你把它點進去之後 基本上就會看到 這個蠻清楚的一個播放清單 那你只要針對 那如果你想要重聽 你就重複 那如果你想要把 比如說哪部分呢 懶人包 設定部分 你不太熟 也許你就把懶人包的設定 稍微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OK 像比如說上個禮拜是 新增一個專案 然後呢 並且新增一個模組 那就開始撰寫程式 所以以後的上課流程 基本上都一樣 那再來的話 上個禮拜還講什麼 有關那個運算值 包括加減乘除 還有除除 還有百分比 還有層層 類似像這種 比較常用到的運算值 OK 然後還有什麼呢 形態問題 像包含就是 這個資料 如果是文字資料 那它就跟數字不一樣 文字跟數字 也許你將來 看起來很像 但是實際上 如果形態不一樣 那Python就會認為 是不一樣的東西 那再來還有一個呢 亂碼問題 因為內在的編碼 Python是用UTF8 OK 特別是用UTF8 可是微軟 因為我們現在是用Windows 那Windows本身用的 不是UTF8 所以如果你沒有修改 設定的話 那你將來文字會是亂 那我上禮拜有講過了 請各位就要把 Wallspace那個部分 改成UTF8 那將來的話 你在撰寫程式的時候 用了內碼 我建議也用UTF8 比較沒有問題 不然的話 將來可能就像 E-Sale 常常資料給人家 那它跟一些程式 做串介的時候 放進去之後 變亂嘛 主要原因是因為 E-Sale 它那個編碼方式 就不是UTF8 會有這種問題發生 那還有呢 像那個 形態的轉換啊 或者像什麼 推移資源等等 推移資源比如說像那個 我們要輸出單引號跟雙引號 那單引號跟雙引號呢 因為Python裡面 是把它視為是 字串的一個敘述有沒有 前後 那如果你要輸出剛好就是 單引號或雙引號的話 那你前面要加一個反斜線 那這個是規則啦 你說這個 這個可不可以改變動 其實這不會變 反正就固定的 這也不是我定的 所以有些規則 你可能要 不能改的 你一定要把它記下來 這是入我啦 這是規則嘛 OK 這沒有什麼原因的 因為不是我定的 我只是說 我們這樣寫程式 一定要根據他的入我 你去撰寫你的程式 這樣子 就不會有所謂的BUG OK 大概是這樣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繼續來看 今天的話呢 接著接下來 一樣我們雲端上面 裡面雲端 安裝環境在這裡 然後 證照考試題在這裡 比如Python3的證照 雲端白板裡面呢 請各位 上個禮拜我們是第一單元 01這個部分 所以呢 上個禮拜講到的有關環境設置 在上面都有 相關的連結啦 相關的畫面啦 還有相關的設定 那可能同學最常遇到的 就是那個Java問題 這很麻煩 因為畢竟我上禮拜特別強調 因為Eclipse 它是用Java寫的 所以它裡面呢 會需要你電腦裡面裝那個Java 不過有版本的問題 Java有那個64位元的跟32位元 所以之前 我記得Eclipse好像是64位元的 所以你要抓的時候 你要記得要抓64位元 64位元下載它 它那個檔名裡面可能會有個X64 X64 那表示呢 它這個是64位 一定要兩邊是Match的 如果你兩邊不Match 那也沒辦法打開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大概會這個問題比較多啦 其他應該沒什麼太多問題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環境先弄起來 那再來的話 你應該就可以撰寫程式 比如包含新增專案啊 新增模組啊等等 這個我想 上個禮拜大概有做過練習 在第一單元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接著繼續來看第二單元 基本語法 與這個結構控制 這個結構控制 只是意義上 就是做一些邏輯上的判斷 所以上禮拜的東西 這個有沒有 這個 算數運算值 關係運算值 什麼叫關係運算值 今天要講的 比如說 兩個資料有沒有相等的話 對不對 相等 記得 一定要兩個等號 在VBA裡面是一個等號就好了 可是在 這個Python裡面呢 是要兩個等號 OK 兩邊有沒有相等 OK 比如說這個跟這個有沒有相等 兩個相加 這個加起來15 再加起來15 就會會true 有沒有 這個加起來17 這個加起來15 也fals 所以它truefals 它反環會給你truefals 如果是不相等的話 這個是不等 不等於是一個金炭號 加個等於 這個 不過像那個VBA 不等於它不是這樣寫 不等於的話就寫什麼 小於大於 這個VBA裡面是寫 所以不同語言 它有著不同的規則 反正你大概知道一下 以後不管說你用哪一種語言 反正轉壓就好了 OK 好 那其他的話還有像什麼大於 這個大於小於 大於等於小於等於 這個都一樣 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其他還有邏輯運算值 所以邏輯部分的話就是說 連擊跟交集 比如說你有一個以上的條件 有沒有 兩邊要都要的話就end 其中一個要的話就o 那如果相反邏輯是nut 那nut用的比較少了 OK 那上個禮拜大家有講到 有關那個計算那個什麼 計算那個年齡的部分 所以請各位再來的話 開啟這個Eclipse環境 那開的話我上禮拜講過 因為它這個環境呢 是免安裝的環境 所以呢你只要開 找到你的C碟 OK 然後呢找到這個目錄 Eclipse 那它免安裝嘛 所以你直接開啟它就可以了 打開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問你說啊 你的那個Wallspace 意思是說你 你的工作區 意思說你的專案放哪裡 所以以後我們有很多專案 都會放在 我是放在C點底下 的這個什麼TQC 我好像有個名稱叫TQPython 的Wallspace OK 大家如果你取的名稱不一樣 你給它注意一下 理論上我們這邊的環境應該是沒有還原 所以你上個禮拜寫的東西應該都在 如果沒有被其他人用過的話 應該就是按把它Lunch一下 執行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幫我把這個環境打開 然後呢開啟上個禮拜的部分 我印象中它會做一些記憶功能 OK所以你下一次打開的話 它應該就會幫我們開到上個禮拜我們練習的部分 把它打開 不過不要 它這個環境每次都會跳這個 你這個的話呢 就Rate 要不要 你要按Cancel 我習慣就看到這些 要不要我就Cancel掉 然後呢 Wallspace就把它關掉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會看到我們上個禮拜的專案 我們的module在哪裡呢 module記得在這裡 有沒有 我們的專案這個TES 底下有個SRC 那我將來寫的module都放在這裡 OK 那上個禮拜寫了兩個模組 那特別最後它的副檔名一定是.py 檔名是p1p2 那上個禮拜的話 我印象中打開這個 有沒有 這邊就程式把它編成掉 有沒有就是做一些練習 包含就是說 A 產生A變數 產生B變數 它有個轉型部分 然後有一個輸入資料 最後的話呢 把加總結果給輸出 等等的這個練習 然後p2的話呢 我們還沒練習到 我們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要來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撰寫一個程式 就是判斷那個年齡部分 就這一段 我先把它 先讓我給各位看一下 OK 類似像這樣 那把它執行過的話 假設也輸入完畢 請輸入年齡 15歲的話 當然它會自己跳 那特別注意喔 這邊的話喔 這邊的話喔 我們會學到哪些東西 第一個 如何讓這個 使用者輸入資料 外部資料 所以你會發現喔 你可以透過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方形喔 叫做Input Input Input是什麼 從外部可以輸入資料 那它輸入之後的話呢 比如輸入15 它要丟給前面去接 所以 前面你需要一個變數 變數名稱自己取啦 比如說我取名叫H好了 不過請各位特別注意喔 Input 這個 這個函數喔 特別注意喔 它有個特性 它輸入資料 如果你輸入是15的話 它接收到的話 會是這樣的15喔 也就是Input 它接收到的 會自動幫你轉換成文字 哪怕你現在輸入的是一個數字 它還是把它當文字喔 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因為 這個是它這個 這個方形的特性 所以你要記得喔 那怎麼辦呢 如果我今天呢 假設我15喔 直接就放進來的話 那H裡面就放一個文字15 可是我講過喔 如果你文字是15的話 你將來要做什麼 大於 大於等於小於等於 這些做邏輯判斷的話 特別是喔 就一定會失敗 為什麼 因為文字喔 它不能夠去做筆大小動 除非它是一個數字 那怎麼辦呢 我們會需要做轉型 OK 我大概先讓一下個 Enter 那它應該會什麼 跑這裡邏輯 這個邏輯有沒有 所以Enter過 未成年 有沒有 那如果說我再要Run的話呢 再執行 35歲 35應該是跑到哪邊 這個過了 它沒有 這個也沒有 到這裡 應該是狀年 Enter 狀年 OK 類似像這樣 所以呢 我們要怎麼樣去撰寫 這種 結構 選擇的結構 結果就說 它應該跑到哪邊 幫我判斷出結果 並且做輸出 輸出的話 又有個print了 所以輸入是input 輸出是print 那如何撰寫 請各位先把這個環境先ready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 有關這個結構控制的相關說明 OK 那裡面包含就是說 我要怎麼樣利用那個 邏輯 if if的話呢 那當然你如果一重邏輯 怎麼做 如果兩重邏輯的話 怎麼做 多重邏輯的話 怎麼做 OK 請各位試一下 near多久 來吧 我們也可以先送去 Radio 4個 這裡 來吧 按廢 2個 4個 2個 麴 還能 3個 1個 卡丝 包裹 放入 冰箱